歡迎來到長春養生密碼單元 有些人你看他 他覺得眼睛好像有點凸凸的 看起來總是在生氣的樣子 但其實他是飽受甲狀腺土眼症所苦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眼科主任醫師陳銀山陳醫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醫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醫師趕快分享一下 我們在臨床上 是不是有一些人真的是 飽受這樣的症狀所苦呢 沒錯 這個甲狀腺 是一個自體免疫的一個病 那他這個 他會攻擊怎麼樣的眼睛附近呢 他這個就是我們平常講說 就是這個白血球 他有一些 有一些免疫方面的一些血球 攻擊眼睛 那攻擊眼睛會攻擊眼睛哪裡呢 會攻擊眼睛的類腺 攻擊眼睛旁邊的油脂肪 那會造成怎麼樣呢 攻擊類腺會造成眼睛肝眼症 那攻擊眼睛旁邊的脂肪呢 他這個脂肪呢 會這個體積會擴大呢 體積擴大 因為我們知道說 你這個眼球 你這個眼窩 就是旁邊的骨頭嘛 對 眼睛在中間 這個整個一個眼窩呢 大概是40cc 那一顆眼球呢 是5cc 那所以說怎麼樣呢 他旁邊的脂肪呢 如果說受到攻擊呢 他變成開始肥厚肥大的時候呢 他就會把眼睛怎麼樣 壓出去 壓出去 壓出去的話 病人就會覺得說 怎麼搞的 會凸凸的 那凸凸的時候呢 最怕的是什麼呢 最怕的是旁邊那些脂肪的那些油 就是從旁邊壓破眼球 眼球壓破呢 他眼壓會升高 跟眼壓有關係 對 然後呢 眼睛旁邊有淚腺 有淚腺的時候怎麼樣呢 淚腺呢 他的分泌不好呢 就會造成肝眼症 然後呢 後來就怎麼樣呢 病人呢 病人就臨床上呢 就看起來 你就可以看到說 眼睛好像真的大大的 那真的大大的 然後呢 眼睛很紅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甚至於眼睛呢 要避呢 就產生困難 那眼睛要避 產生困難的時候怎麼樣 旁邊 淚腺又不足的時候呢 眼睛又乾 眼睛一乾的話 怎麼 眼睛的話就造成 睫膜炎 角膜炎 所以像這樣一個症狀的 有甲狀腺眼疾的病人的話 真的 臨床上的話 是非常辛苦的 先前就有一個例子是說 好像有一個貨車司機 他就是有這樣的問題嘛 所以他看起來好像常常在瞪人 然後他就經常被投訴 像這樣的病人應該蠻困擾的吧 在外觀上面就蠻明顯的影響 這樣子對不對 對 所以說其實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通常會去觀察病人的眼壓 如果說旁邊的脂肪壓迫眼球 利害的時候 他病人的眼睛的眼壓會升高 眼壓會升高的時候 他也會傷害到眼睛的視神經 傷害到視神經的時候 病人的眼睛怎麼樣 他的視力 他的視野就會產生缺損 然後外面的乾眼睛 利害的時候 眼睛角膜炎的時候 乾燥的時候怎麼樣 他看東西的話也是霧霧的 然後渣渣 燙燙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一開始我們大概就是點 乾眼症的藥水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會叫他點藥膏 因為你怎麼樣 有的時候 大部分是可以閉得起來 不過嚴重的時候 他有的時候閉不起來 會咪咪的 咪咪的時候 你不點藥膏的話怎麼樣 他那個眼睛會乾燥掉 就是說角膜會造成發炎 那如果病人眼壓高的時候 就要給他點降飲壓的藥水 那如果說更厲害 凸得更嚴重的時候 我們甚至於就要變要手術了 要手術 對 要手術 要減手術有哪些種 對 就是說把他的這個脂肪 旁邊的脂肪 把他的油層 把他 我們剛剛講到 他有40CC 然後眼睛走5CC 然後40CC越來越脹 越來越脹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他做減壓的手術 或者說眼睛合不起來的時候 也要做眼皮的一個重整手術 那甲狀腺突眼症 它是可以預防的嗎 甲狀腺突眼症 其實是甲狀腺疾病的 下面所受到的影響 就是說它是一個內分泌科的一個病 然後我們眼科是在內分泌科之下 它是其中的一個 造成一個器官的一個傷害 所以本來一開始是母子關係 有媽媽才有兒子 才會有這個病 可是後來就很奇怪 後來很奇怪 兩個本來母子關係 後來會變兄弟關係 怎麼說 怎麼說奇怪 就是說我們臨床上看到很多人怎麼樣 就是一開始就是突眼的 那我們去檢查發現到 它是甲狀腺的 那也有怎麼樣 甲狀腺知道有這個病以後 然後有甲狀腺的眼疾了 然後甲狀腺治療了 他們有那個內分泌科 有什麼手術 吃藥 甲狀腺它的荷爾蒙已經正常了 可是甲狀腺的眼疾繼續發展 所以就是說甲狀腺眼疾能不能預防 這個真的就是說 臨床上我們看到很多 就是說它還是要以甲狀腺的治療為主 那治療好了以後的話 還是要持續去追蹤它眼睛的部分 要不然的話 後來會有怎麼樣的變化 其實是很難給你做預防的 甲狀腺突眼症呢 其實及早發現 及早就可以治療了 會以免你的視力受到傷害 也謝謝今天醫師來節目現場 跟我們分享那麼多 謝謝醫師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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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